加拿大人网络支出全球领先 根据Money Supermarket最近的一项研究 加拿大人在其一生中将平均在网络支出上花费58,000加元 该研究评估了135个国家的网络成本 并以全球平均72岁的预期寿命为基础 加拿大排名第103位 这表明居民平均每月将在这项服务上花费67加元 在所调查的国家中 只有32个国家对居民收取更多互联网接入费用 虽然这些信息并不新鲜 但该研究为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抱怨的长期问题增添了火力 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缓解都是短暂的 虽然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CRTC 在2019年8月降低了批发费率 但更大的运营商可以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收费 但他们在2021年5月推翻了这一决定 CRTC表示 这一决定是错误的 ISP Tax Savvy一直在努力让联邦政府下令撤销这一决定 他们的减少网络付费运动 要求加拿大人提醒他们的国会议员 就他们一年前提交的请愿书 发表讲话 该运动指出 政府必须在5月27日之前处理请愿书 但为什么加拿大会处于这个排名呢 该研究指出 加拿大虽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但缺乏竞争 由Bell、Rogers和Telos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市场份额 使得用户选择更便宜的互联网变得非常困难 谢谢各位的观看 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 如果对您有帮助 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 下期不见不散哦 优优独播剧场 呼叫